近日假戲真作 譜出練曲的李忠索和朴信慧 在電視劇皮諾草里 上演一段浪漫甜蜜的吐司之吻 喜貨千金的男星池塵 在殺了我治癒我中 挑戰演技 詮釋具有七重人格的裁罰三世 不過這些掀起一股討論風潮的韓劇 現在都成為一齣台灣戲劇的手下敗將 走走走 我們快進去 我們看了 好啦 我都已經說對不起了嘛 你要怎麼樣才會不會生氣 那你怎麼表現了 將故事起點設定在1998年的夏天 其中經歷921大地震 金融海嘯等重大事件 由林馨如製作主演的電視劇《16個夏天》 播出時不僅吸引百萬人收看 更渴望成為今年金鐘獎的一匹大黑馬 現在甚至宏大韓國和212部作品 一同參加2015首爾國際戲劇大賞 在網路票選中 已超過13萬的得票 融登台灣戲劇的人氣王 全球排名第七 是歷年來最好的成績 做朋友 朋友不能接受 夜市維瑞訓練中心 特別報導